有的人看到 是蜜蜂跑進來嗎 不是蒼蠅 不是蜜蜂的一種 有點像小蜜蜂 親戚那種小小的 反正大家不管它是什麼 不要去揮它 因為它不是蒼蠅 有人有看到龜山島對不對 那龜山島上面有沒有白雲 有齁 有沒有 遠遠看到 雖然有點揮懵懵的 有人說 烏龜那個龜山島 上面戴白帽子的時候 就是表示天氣要轉好 你看之前灰蒙蒙 我來好幾次 因為我曾經經過的時候 都下雨對不對 或者下雨快要放晴之前 它你就會 很奇妙 就是你遠遠看 不知道從哪個角度看 它那個上方就會 好像戴了小白帽一樣 很有意思 我剛才仔細看 我們這麼遠 灰蒙蒙還是怎麼樣 又看到 對 你們下次那種 天氣 就是我們要 從雨天 要轉變成 像我們今天天氣還不錯 對不對 明天聽說就是 什麼 好天氣了 所以它 果然今天我就看到 它戴上什麼 白帽子 就很奇妙 就會有那個白雲在它上面 這很有意思 大家有機會來 宜蘭還可以再來 注意看看 如果經過的話 好 韓西吊橋你們剛才看到什麼圖騰 什麼圖案 原住民的圖案 紅色的 紅色的 紅色的還有呢 白色 眼鏡蛇的 紋路 還有呢 有沒有看到那個 他們倒小米那個舊 有 有沒有看到一個菱形 有 菱形裡頭還有菱形 有沒有看到 它不是橋隨時都有 對 其實那個菱形就是 他們怎麼叫 象徵他們祖靈的眼睛 因為他們非常信奉 他們的祖靈 他們認為呢 所以常常你看到那個 有菱形眼睛 就是泰雅族 他們認為 那是他們祖靈的眼睛 怎麼樣 隨時在看著他們 保護著他們 這是他們有這個象徵 所以我們在橋上看到 除了那個 島小米那些什麼什麼 石舊木舊之外 就最主要看到那個菱形 大家知道 那個就是代表他祖靈的眼睛 好 那我們等一下到那個大靜 那個大靜村 他就在這個路邊 那些 那裡有洗手間可以上 所以